但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曲旗在晨光中燃燃升旗,在澳门陪正中学,这样的升旗仪式每周都会举行。 日前,记者来到澳门陪正中学时,初二年级的四位同学担当了当天升旗仪式的升旗手,两名女生负责升国旗,两名男生负责升旗旗。 挥动国旗曲旗,哼唱国歌,拉动绳索,每个动作都有模有样。 别看只是短短几分钟的升旗,想要完成好也少不了要尽心准备。 我们四位同学都有一起排练过,然后就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曲旗不能比国旗升得要快,然后要跟着国歌的节奏去升旗这样。 会比较紧张,以前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好厉害呀,升的时候就觉得很多规则, 就是要准时而且还不能超过国旗。 晖旗的那个瞬间要比较有力的。 就小学的时候是在队伍里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升旗,然后就特别想自己也去,能长大也去升旗, 然后升旗的时候是有那种特别大的自豪感,骄傲感在里面, 然后还感觉自己是背负着一种责任吧。 除了升旗仪式,学校还以文化作为爱国教育载体。 在趣味小课堂上,小学四年级的同学们聚精会神地看起了由学校图书馆老师和志愿者们带来的短剧表演。 中国有哪些传统节日? 澳门回归祖国是怎样的过程? 基本法是什么? 内容简明活泼的短剧,浮以澳门回归的历史画面和澳门发展变化短片, 让孩子们对澳门和国家的关系有了基本的了解。 爱国的一个遭遇呢,主要我们都是通过文化去做的。 对国家的一个情怀,对澳门的一个爱护,都是有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的。 澳门培政中学校长高锦辉介绍,学校不仅开设了书法、普通话、历史实施、品德教育等门类丰富的课程, 也重视和校外组织机构的交流,共同推进学生认识和了解国家。 你要爱一个地方,爱一个国家,也要对这个地方、对这个国家要了解。 所以我们觉得通过一些交流活动,通过文化去做是比较远性的。 招亲局里面也有一些交流团到中国内地里面去交流的。 那我们就可以带着学生去每一团可能有40人、50人到内地里面做一个交流参访。 所以学生对于国家的了解是比较多的。 很多不同的爱国的社团,他们都做了很多,比如说基本法的推广社会。 高警会介绍,特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回归后不断加大教育领域投入。 2018年,特区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就有大约70亿澳门员。 看到澳门的学生在世界不同的舞台上面,无论是学术的、艺术内的、或者是体育内的,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可以看到这是回归之后,在教育上面的投入机缘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澳门现在有15年的免费教育,中药员,然后小学、初中、高中都有,都可以是免费的。 在高等教育里面,在回归初期,只有12%左右的努动率有这个大学的学历。 高景辉说,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也给予澳门教育很多扶持,让澳门学生有更多机会去内地升读大学。 近三年来,培政中学每年有超过60名毕业生选择到内地大学读书。 学校也将继续给学生提供和内地省市交流的机会,让学生更好的认识国家,了解国家。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